李德威夫妻閃退 月領18萬 柯文哲說 應該是靠著在走 台北市新一分局長李德威 和妻子消防局主命楊頂芬閃退 昨天如過蕩漾 退休警察協會 甚至趕到分局 送上忍辱負重的花瀾 不越受訪的李德威 發聲明強調說 退休與市長無關 而是早有悔話 只能尊重 趁娘退休都是 要很久以前就申請了 所以 大概不會直接相關 會不會擔心接下來 有一波退休草 不會來 你走的都是好的人才 這個都留不住了 不會 打傷了 我就把你換掉了 對 應該是怕的才會走 兩遭雙方中 一副沒事的樣子 但網路上可不是這麼回事 媒體人石青環在臉書說 這是爽退 不想扛家的草莓 結果李德威的女兒 再次出面救婦 也發聲明爛草莓之說 更被小看了警校工作的間隙 前警大教授葉玉蘭 也聲援說 不必受政治凌辱 而包括臥草起草人的名位 以及樂團考秋情 則說兩夫妻退休 每月一份可領18萬元 一點都不委屈 董新聞 綜合報導 每一份可領18萬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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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不想承認 每一份可領18萬元 都不想承認